音樂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Sneaker Highway 又是我開Sermon 今集想跟大家說的鞋已經拆在你面前 就是這雙Easy 350 V2 為什麼我會用這雙鞋來測評呢? 其實因為有些外國的明星拿這雙鞋來打街球 我想如果不打比賽,打街球這雙可以不可以呢? 我很想試一下 其實這雙鞋的爪地力是不錯的 因為它是有生膠底 對比起其他的Easy其實是有更好的爪地力 還有更好的內模 但是無奈這雙鞋的中底真的是... 其實這雙鞋的中底是使用全掌Boost的 無論Harton,Harton 1,2,3,或者這個MarkiBoost 它都是用全掌Boost的 照道理其實應該是不闖大,很可惜 而且沒有X-Page 導致推進的時間其實是不夠力的 好像穿一雙白飯魚一樣 所以我覺得打街球都可能未必可以 另外說一個是Support Support當然是沒有的 雖然這個是Pinex 但是你也看到旁邊是沒有側板 也都沒有任何的三間去支撐的 所以是... 遠到不可能再遠 所以... 我Costover的時候都覺得有點虛心 我覺得... 可能會咬柴 或者可能自己Angle break自己 所以... 但是我覺得這雙鞋 用來玩黑街球是OK的 它FIT的問題 就是... AZ350其實無論你是打球或是外出 它越穿的話 最後還是會越鬆 這雙是UF50 因為它是偏小的 我本來還可以穿9毫 我覺得... 穿著穿著也想穿9毫 因為... 它的NAT是不斷鬆的 所以我覺得... 不太舒服 再加上... 如果是打球的話 它是BREAKING的更加快 所以... 如果是想著用來打球的話 或者可能想著出街 穿久了會怕它鬆的話 其實最好買小半個 就是買你的True Size 就是... 例如我穿9毫 就買回9毫 這樣是比較好一點的 始終這雙不是一雙籃球鞋 所以... 能夠說的真正不是人物很高 整體來說 用來出街射一下球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想打一些很高的表演比賽 就最好穿上籃球鞋 或者可能真的... 街場要鬥球呢 寧願了Feed of God 都未必會穿這一隊 但是... 出街來說 我是很喜歡這個配色的 因為... 本人是... 金周勇士的Fans 就十分喜歡黃色 看到這個黃色第一次出鏡 很想買 因為覺得它... 好像老麥那樣 當然... 我知道一些外國Youtuber 覺得... 你搞個老麥配色出來 這麼便宜的 但是... 你明不明白 其實老麥是... 香港人的核心回憶呢? 就是... 例如... 星期日的老麥是永遠不會有違這個傳說 你明不明白呢? 就是... 我覺得外國人是不會明白的 但是... 香港人會明白老麥帶給大家 在什麼回憶 所以... 一看到這個配色 你第一時間是會流起老麥 但是我覺得... 我是很喜歡的 你會記得... 可能... 因為... 開心樂園餐啦 BIG MAC 所以... 我覺得... 這個配色是... 正的 說真話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拍色在香港太容易髒了 給一些行李箱那一輪的話 你都沒有了一段 對不對? 所以... 黃色好一點 容易打你 還可以生膠底內磨 本身我對這雙鞋的籃球期望是挺大的 因為它的山膠底是很大 但是... 那個Support和Cruise真的太遠了 不是不舒服是遠了 所以... 如果打籃球的話 可能真的要做土豪 就要穿... Fear of God... Wanna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你對於這雙鞋有什麼... 任何意見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 那就... 我們差平先穿這雙鞋打球而已 我不是土豪來的 大家不要打我 如果要打就... 不要打麵 都是靠麵飯吃的 大哥 所以... 大家不要打打麵 那就... 下次再跟我們試不同的潮鞋 或者籃球鞋 拜拜